说到整个西南气流的影响呢 其实南台湾从凌晨开始出现了剧烈的降雨 一直到早上这个雨势都还在持续当中 高雄水管路呢已经不见路面淹成了小河 而气象局今天针对了台南高雄屏东呢 持续发布超大豪雨特曝 还说明天情况也会是一样的 这雨势必须要等到礼拜四 西南气流减弱才会逐渐趋缓 这次开过轮胎马上射出两道喷泉 上午高雄的水管路已经淹水淹到 完全看不到路面变成了水管河 二胜凯旋路口的断面也全被大水填满 成了二胜凯旋湖 台南市区也因为雨势太大 有多处积水宣布了停班停客 整个南台湾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水乡泽国 仔细看的话这一次最主要就是 它的雨漆几乎不动 所以都在几乎都在同一个地方 雨一直下 所以累积雨量就变得非常大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 这几天台湾处于相对低压的区域 低压区里头又有更多小低压扰动 再加上地形的影响 雨势全都被挡在了南部 气象局针对台南高雄和屏东 都已经发布了超大豪雨特曝 截至中午以前台南的西港区 安定区以及屏东的琉球湘 累积雨量都已经突破了300毫米 小型的风气会增强 整个台湾地区不同地方降雨 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种天气到星期三还是持续 其他地区也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一直要到礼拜四 西南气流减弱 降雨才会逐渐趋缓 也特别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低洼地区排水困难 盛访淹水 记者综合采访报道